哈喽大家好,我是维哥,最近这个王特龙要体验和更新啊,更新之后这个排位赛相当于是开始的S10赛季的模式啊 我们可以看现在的模式就是进英雄只能只进一个,双方各进一个就相当于就是进两个英雄 然后选英雄,选的英雄大家还是可以互相选啊,就不像就不像现在,就比如说对方选掉以后,然后我们这边就不能选了 现在是双方都可以选,其实这就跟那个在钻石以下就白银,就是搏金以下一样啊 就是只是多进了两个英雄而已,然后那个英雄还是可以互相选,就对方选了你还可以再选 这种模式上分的话,估计应该来说会比以前会好散一点吧 因为现在这个模式,如果对方抢了你比较,比如说参战将你很拿走,然后对方把参战抢走了之后你就感觉不知道什么英雄 然后这样子的话,现在就又可以互相互相使用吧 这样拿起来应该会比以前会好一点,因为你想想是吧 从钻金,从那个钻金以下到钻石还是比较好打 但是从钻石以上,他开始打就比较难打 那就是因为这个英雄被禁了以后就比较难打 现在在模式变成这样子的话,就好打多了啊 然后现在这个刘邦也是重做了 那好吧,接下来就欣赏一下我在这个刘邦里面打的一些精彩画面吧 精彩镜头 然后本集就到这里 接下来大家欣赏欢迎来记住 这个视频关注公众号我们就结束 这应该是提前感受一下这个S10赛季的规则吧 应该还是可以吧,到时候就上风也容易对吧 喔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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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! 喔,喔,喔,喔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